好 那句话没错 台湾最美的是人 脸书社团在最近贴出了一段影片 引发热烈回响 这个角落在新竹 主角是一名水泥车的司机 他在经过路中央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太太拿着拐杖 过马路进退为骨卡在路中间 因为没有车子愿意让他 于是他就下车亲自扶老太太过马路 他认为这是分内该做的事情 因为将心比心 但是被网友发现抛上网之后 他说很不好意思 一台水泥车行驶到红绿灯口 只见司机把车停在路中央 同时闪双黄灯挡住后方来车 接着司机快速下车下一刻 让人好温暖 司机扶着一位逐着拐杖的老奶奶 慢慢过马路 确定老奶奶安全过马路后 过一会儿才冲回车上把车子开走 而这段日行一战的影片 被网友泼上脸书 获得广大好评 然后看到一个老婆婆刚才过马路 可是他行动真的很缓慢 他处着拐杖这样慢慢走 对相一直有车来 也不让他 讲起当时情形 这位37岁的盛行司机 戴使佩植说 自己为身不认知 现在被PO上网 让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当时车流量大 就怕老奶奶危险奔着同理心 他觉得只是举手之劳 像自己亲人一样 自己也有爷爷奶奶这样子 对不对 但是配了顺举博德 各界称赞 他说要用行动一点一滴 改变社会 记者何梦谦 黄子凤新竹 采访报报导 他说要用行动